字典 哈囉今天要教的主題是字典進階功能 items 方法 我們之前有教過Kiss還有Values這兩個方法 他們分別是取得字典的鍵還有值 那如果我想要同師取得所有鍵值組成的組合 就會很麻煩 所以Python還有另外提供一種items方法 它的資料型態是DICT底線items 這一題的話我要先舉那個student這個字典 裡面有學生的姓名還有他們的成績 接著我就用items方法 把這個字典裡面的鍵值都輸出 那我一樣可以用for回拳把裡面所有的鍵值都輸出 這個end就是把每一組鍵跟直的中間都用分空白這樣子割開 它就會這樣子顯示 那如果我把它用list函式轉換成串列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二維的串列 這樣子就可以取得它個別的元素值 只要我前面再加上一個list 它就會被轉換成串列 接著就可以輸出 那我想要輸出小倫55分這個組合 就在中瓜戶裡面打上0 它就會顯示小倫55 那因為它是二維串列嘛 所以我可以只輸出一個 像是我想要把小倫跟55都分別輸出 那我就再加一個中瓜號 如果要輸出小倫的話就是打0 如果我要輸出的是55分 那我就打1 接著再輸出 看到這裡 你學會要怎麼用items方法了嗎?